我在花台后面只露出头发 吴东进东躲西藏 实在没有脸面对股东 因为2011年投资踩大雷 前股王宏达店股价跌落神坛 星光集团持有6000张 投资成本每股高达1100元 直接认赔血亏将近60亿元 吴东进让股东脸色惨绿的投资案 不止这一桩 吴东进和人保前董座 许盛雄是三三会同期成员 吴东进力挺好妈几 人保的股票 新售2010年一度买进到前十大股东 2014年人保一度惨跌到19元 新售再加码一年内重压6万张 持股14万张直接月居第二大股东 自身财经媒体人观察 吴东进就像金融界的老顽童 投资风格自我意识强烈 这个老顽童呢 我觉得他有 他的优点就是求新求变 那缺点就是他其实眼光 没有放得很长远 不管是老板下条子下指令 下指导期或者是老板觉得 他想要请谁来当门神 其实专业经理人都没有什么 可以智慧的余地 争议不止投资踩雷 2020年吴东进被迫卸下 新光经动作没多久 又被金管会保险局开凿 认为新光人寿 资产配置 清场能力等等内控严重缺失 开罚两千七百六十万元 二零二三年红市企为首的改革派 凭借百分之三十八的股权委托书 颠覆吴家六十年的经营权 但吴东进就算个人权力受限 传书也会用地小纸条的方式 让别人代为发言 居请人士表示 这次出包的银法宅事业 使吴东进砸重金花时间打造 二零二零年就曾经被检举 引发内部公司部分的反弹 让个人争议事件再舔一桩 在类似为张有权之后这么大